E.K. ingen commune 謝謝主席 是不是可以麻煩請次長 還有台電的總經理 請次長以及總經理 黃緯好 次長 你好 總經理 你好 我想今天 我想針對有關於我們合一廠現在的狀態 請教一下 就在新舊政府交接的時候 是廚藝跟延藝同時申請 也把它列入交接事項 我得到一個消息 我想跟你們確認一下 7月7號的時候 台電是不是已經提給原人會 要把延藝的申請撤回 沒有錯 已經撤回 所以現在確定 合一絕對不會有延藝的問題嗎 延藝已經撤回 第二個是 先前有民眾質疑說 我們的合一廠停機超過一年 應該視為永久停止運轉 不可以再啟動 那那個時候台電跟原人會的回覆 是說台電有不斷的去申請延期 是不是可以請台電的公司 沒有錯 我們想這個 它原來還是可以使用的一個機器 所以我們沒有放棄它 但是願意就是說 在用大修的方式維持它的狀態 所以你們是申請大修嗎 是是 然後不斷的申請延期嗎 是 那我現在很納悶的事情是 因為我要求原人會提供到今年 我之前發的函5月24號 原人會跟台電就合一廠一號機 大修的往返的公文 那些公文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整理 來來回回的 我先給您看 就是你們前面修的內容 這裡 ECCS整體性測試 然後於104年1月6號完成 要求延後沒有任何工作 原人會認為不符合現況 它沒有同意 然後到你們再發函 它還是沒有同意 你們再發函要求往後6天 它還是沒同意 它一連串下來通通都沒有同意 你們到底在修什麼 你們申請了 原人會都沒有同意啊 是是 那你們最後才用勞檢當作理由 原人會最後才同意了 我現在嚴重的 我看不懂這個公文 我看了你們公文來的往返 我會覺得 根本沒有東西在修啊 然後台電跟原人會兩個 是用公文來來去去的方式 在虛擬大修的假象嗎 到底在修什麼東西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不過場內的細節的部分 抱歉今天我們沒有核能部門來了 所以我們也很難跟委員做詳細的報告 那什麼時候可以跟大家說明 我是不是建議這樣子 我跟委員補充一下 我建議因為這個是一個 可能是解讀上的問題啦 那我個人的了解 合一場一號機 這一次是大修之後 要申請重新啟動的過程當中 沒有得到原人會 對裡面的細節問題的完全認同 所以有一些時間的延當 但這些細節呢 是不是容我們請台電的核能部門的同仁 跟委員約一個時間 把資料帶著 向你詳細的說明 再麻煩喔 部長跟台電 以書面回覆 因為 你如果書面回覆 怕我看不懂 來口頭說明也可以 因為 老實講啦 我這樣講雖然有一點不太有意思 就是我那個信任感蠻低的 我特別是上次合二場的事情 讓我非常的失望 你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 我今天會提這個問題出來 是 我知道的狀況啦 那當然請市長或總經理回去了解 如果我有說錯的話 你們也可以指證我 是 根本沒有東西要修了 全世界有哪一個核能電廠大修修這麼久的 根本沒有東西要修了 那如果根本沒有東西要修的話 經濟部跟台電要不要考慮提前處議 如果這個邏輯是對的話 那當然就是 中間是有一些問題 不過我還是要跟委員報告 這個需要詳細的了解 沒有關係喔 他之前是大修完以後申請啟動 問題 我今天把問題拋出來了啦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確定不會研議了啦 第二個那個東西 目前也shut down在那邊 是 也沒有什麼東西要修了啦 我說按照我目前得到的資訊 目前是大修完成才申請啟動的 對 對嘛 那所以現在也沒什麼東西要修了嘛 那 上一次那個 院長跟部長大概有多表示了說 大概再重新啟動的機率非常非常的低了 所以我現在才問啊 說包括經濟部 包括台電 要不要回去慎重的考慮一下 那東西放在那邊也不是辦法 是不是考慮提前處議 那今天不用給答案沒關係 我相信部跟台電 可能都要時間去評估 那我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啊 是 就在福島核災了以後 台電告訴大家說 你們有進行96項強化的措施 那針對你們96項的強化措施 我們本院的前院長王金平委員 在提書面質詢的時候 你們給他的書面答覆啊 是到今年6月底以前 全部會完成 就包括 有關於核一二三廠的安全強化措施 那我想要請問 現在7月了嘛 那這些事情做完了沒有 這個細部的部分啊 可能 不好意思 我要給您事後報告 但是我的了解 就是說有一個少部分是有執行了 但是因為像核一核二 未來的這個 是不是如剛才您所說的 提前停轉等等的問題啊 那我們在 是不是還要進一步的做更深入的投資 所以我們其實還是深入在考慮之中 對 這個我也了解啊 但是我今天會提這個問題出來啊 是 你們在回覆給我們的前院長王金平先生 是說 你們自己提報的96項 今年6月底以前會做完嗎 那我現在只要一個答案 這個答案今天沒有給沒有關係 你們事後又是書面補 這96項 這96項做完了沒有 有哪些做完 有哪些還沒有做完 是 好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要請教的是說 除了你們96項以外 原能會又另外要求你們 要做43項 你們那96項 包不包括 原能會所講的那43項 這個抱歉 我可能要事後再向委員這個申請 這個是原能會列管 運轉中和電廠有關於輔導後管制的43項 那這43項呢 我大概把它調出來了 但是我現在唯一沒有的資訊是說 第一個 包括你們的96項 以及包括原能會要你們做的43項 那是不是都有做 那個別執行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清楚讓大家知道 因為當初我相信輔導結束了以後 那你們提出 不管是自行提出的96項 還是原能會所提出的43項 都是這個政府跟人民承諾 你們要做的事情嗎 那當然我們不能永遠說 只聽到政府的承諾 沒有去追蹤後續的執行 要不然這樣的承諾一點意義也沒有 等於是在開空頭支票 那特別是你們也回覆了本院的委員 說你們六月底要做完 我講的是你們96項 那你們到底做完了沒有 沒有做完的原因是什麼 那第二個部分 就後續的原能會要求你們 再補強的43項 到底做了沒有 還是沒有做 那你們先把你們執行的狀況 是不是先整理資料給我 然後我再回去追原能會 那如果你們還沒有做 或者是沒有做完 那原能會的要求 是不是空口說白話 對你們也沒什麼拘束力 那到底要 怎麼讓人家相信說 政府說我們會做什麼樣子的補強 未來要讓人如何相信 因為福島是在好幾年前發生的 當然當時原能會對我們有些要求 我們自己也在做改善 但是這幾年對這個2025的非核家園已經是成為共識 那我們的運轉的這個情況 跟當初的一個背景也不大一樣 所以這裡面有些可能是進行到 沒有啦 剛剛其實你已經講一個重點 那你講那個重點就是我掌握到的資訊 就是你們答應 要對合一做的補強 我得到的訊息 如果有錯請總經理糾正 你們已經喊停了 叫大家不要做了 那理由就是你剛剛講的 再做下去只是多花錢而已 那是不是有真的這樣的狀況 我可能等你們詳細的報告交出來以後 再來盤點 因為要不要繼續運轉 當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即使不繼續運轉的話 你安全性的問題你還是要處理 那你不能把那個東西就放在那裡擺爛 你如果確定不運轉了 該做的接下來處理的工作 是不是就應該趕快開始的進行 那要不然你東西放在那邊 然後你安全補強的措施 你覺得說我錢再投進去 不符合我的成本效益 那這個東西你也沒有辦法繼續再用了 那我覺得這樣子對於政府之前 對於人民所做的補強的許諾 這樣子的處理態度並不是很好 當然我了解 台電可能將本求利啊 你們在做成本效益的分析 但是你們在做成本效益分析的同時 可能必須要把這個電廠 它本身所具有的危險性 對於居民健康安全所造成的威脅 也要納入考慮 我想後面會給委員做詳細的書面 OK好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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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